平安 今天我想与你分享的是 我曾经是一个耶喜别的妻子 因为我从上面被鸭尾神生了以后 也就是从生以后鸭尾神开了我的眼睛 使我看见我曾经是一个耶喜别的妻子 所以今天我希望与你分享这个信息 也愿你从这个视频得福 我曾经是一个耶喜别的妻子 所以在婚姻当中的时候 我有如下的这些举动 也就是耶喜别的举动 因为我是被耶喜别的灵所附着的 所以我清楚的知道 我现在清楚的知道 首先第一个就是耶喜别的妻子 我是不尊重我的丈夫的 我完全不尊重她 我只希望她考虑我的感受 我不去考虑她的感受 我也不会去为她着想 所以我不尊重她 所以我不尊重她 我口里会说出很多恶毒的话语去攻击她 更别说我会顺服她了 所以我也不顺服她 我心里面不顺服她 所以任何都是以我为中心 我都是让她以我为中心 以我做的决定为主 是她顺服我 所以我使她顺服我 我不顺服她 还有就是我会打她 比如说我会揪她 然后我还会打她 虽然她不还手 我仍然打她 我会骂她 我会吼她 我会对她无缘无故的生气 发脾气 我还会觉得她不够爱我 然后我会表现出来异常的举动 就比如说 我自己会 那个时候 我的手 就是我用我自己的手去敲那个地 就是折磨我自己来给她看 然后 然后我希望她服侍我 就比如说 我一个人去擦地板的时候 我觉得 心里面是不满足的 我希望她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要求她跟我一起做这件事情 我心里面才舒服 那么 我希望她做东西给我吃 她给我做早餐 那么还有就是 我把她赶出去 就是莫名其妙的找她吵架以后呢 我把她赶出去 从住的地方赶出去 使她 要么她去住 去住宾馆去了 或者说 要么后来她自己又去租房 租其他的地方去住 那么还有就是我 嗯 后面就是和她离婚 所以也许别的妻子 嗯 会很 很残酷的对待她们的丈夫 然后不尊重她们的丈夫 这是我清楚的知道的 虽然我那样做 但是我没有平安 我会仍然 我会仍然 化耶洗别的妆 穿着的是耶洗别的妆束 我以前穿着是非常暴露的 我经常喜欢穿的都是超短的 短裤也好 短裙也好 等等 或者说紧身的 都是暴露我自己身体的那些着装 所以呢 我心里面是不平安的 虽然我那样做 但是我心里是不平安的 嗯 所以最终 我找她离婚了 所以这就是被耶洗别的妻子 耶洗别的灵所附着的一个妻子 我曾经有的表现 那就是我曾经的一个经历 只有压卫生她开了我的眼睛 使我看见 我以前是眼瞎的 所以我现在知道 那个时候我是耶洗别的妻子 而现在压卫生 她使我得了完全的释放 所以如果你也是耶洗别的妻子 你也想得释放 那么我告诉你靠自己是不行的 只有压卫生 因为她是全能的神 如果你看见她 你感受到她的同在 你就会知道她的能力 她的大能 她的无限 嗯 她就像君王一样 只有她能够使你得释放 使你改变 所以如果 你想从上面被她而生 你想得释放 那么你可以去看我 从上面被她而生的见证 那么希望 嗯 你也可以从中得释放 愿鸭为神祝福你 哈利路亚 嗯 嗯